810半导体激光脱毛仪安装操作视频现在开始 首先呢是我们的主记忆台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配件 这个是我们家水用的一个漏斗 这个是顾客遮眼罩 这个是操作者的遮眼罩 这个是我们的脚踏 激光手柄 电源线 这个是我们开机时需要使用的钥匙 那下面我们来开始安装 首先呢安装我们的手柄 那我们手柄放手柄的架子这里有一个开关 它可以升降我们的放手柄的长度 那下面来安装我们的一个手柄 那手柄这里有一个蓝色的绳子 那我们放手柄的时候把蓝色的绳子先挂在这里 然后再放上手柄 那这里是我们安装手柄的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两个黑色圈圈的插孔 对准我们这两个白色的大孔 这样按进去 按一下我们两个像下两个蓝色可以按动的按钮 轻轻按住它们 然后再放置我们的手柄上去 然后我们安装的时候一定要听到 这样的两个声音就说明它安装好了 如果我们的手柄按上去 我们这个蓝色的点是凹进去的 那说明我们这个手柄是没有安装完成的 这样会导致它使用不了 那一定要听到它卡进去的声音 大家看一下这里呢 是我们的一个脚踏开关的插口 对准我们的一个航空星座插进去 然后旋扭挺 旋扭这个脚踏开关可以跟我们的一个手柄上的开关 同时使用 那我们手柄上的开关如果使用不习惯的话 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脚踏开关 那我们脚踏开关也可以当做一个备用的开关 那下面安装我们的电源线 这里呢是我们的电源线的一个插孔 对准我们的一个插孔 按下我们这个铁丝 它是用来固定我们的一个电源线 防止我们的电源线通落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 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仪器后方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散热口 那散热口在我们使用的时候 禁止用遮盖物挡住我们的一个散热口 那看一下这里是我们的一个仪器的总杂 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的仪器总杂掰上去 基本就可以不用动它了 在我们仪器后方有我们的加水口 溢水口以及我们的放水口 那在仪器操作之前 一定要加我们的蒸馏水 那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加水口 我们往左拧是打开的啊 然后打开我们的一个加水口 以及打开我们的一个溢水口 那我们加水一定要加我们的蒸馏水 而且我们的蒸馏水是一个月更换一次 如果操作频繁的话 可以半个月换一次 那加水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到我们的一个漏斗 将我们的漏斗接口 对准我们的加水口 然后再开始加水 当我们的水加至七到八升的时候 大概就是要加这样的一个容量 那我们加满的时候 我们的溢水口就会出现泡污状的水出来 那就说明我们的水加满了 还有这里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我们的数字显示 这里有一个小红点 当我们的小红点漂浮在四到五之间 也可以说明我们的水已经加满了 那我们更换水的时候 只需要打开我们的放水口 把水放完 然后再拧上我们的放水口 再打开加水口和溢水口 开始加水即可 那加满水之后 一定要拧上我们的一个溢水口 取下我们的一个漏斗 那像我们的加水口 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可以 不盖上它的盖子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里面的水 得到一个更好的循环 那一定要放好我们的盖子 也可以选择盖上我们的盖子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盖子打开 这里有我们的两个过滤器 那这里白色的是我们的颗粒过滤器 那蓝色的是我们的一个离子过滤器 那这个过滤器主要是用来保护我们的一个仪器 就像我们在平时加水的时候 加的是蒸馏水的话 可以长期使用 那就像偶尔有一次加了纯净水 那我们这个过滤器是要三个月更换一次的 建议我们只使用蒸馏水 那插上我们的一个钥匙 用拧我们的钥匙 我们的仪器就可以开机 如果说我们在用拧的钥匙 没有开机的情况下 说明我们的紧急按钮没有弹出来 那在紧急按钮没有弹出来的情况下 它是不可以开机的 然后拧一下我们紧急按钮就可以了 那紧急按钮是在我们卡机或者死机的时候 按我们的钥匙不动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紧急按钮 一般情况下不用使用紧急按钮 下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屏幕 这个选项是我们的基础脱毛的选项 这个中间这个选项是我们快闪脱毛的选项 这里是我们的嫩肤的选项 那点一下我们基础脱毛的选项进来 那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有1到6 它是我们的肤色选择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白种人的肤色 到最后一个是我们黑种人选项的肤色 我们亚洲人一般使用3或者白一点的可以使用到2 这个这两个呢4到5是我们褐色皮肤使用的一个选项 那这里可以看一下有女士和男士的选择 那是男士 这边呢是女士 那下面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区域的选择 那选择我们所要操作的区域 这个呢是我们的纯毛以及我们的反击线的操作选项 这个呢是我们腋下的一个选项 这里是我们的背部的一个选项 那这里呢是我们胳膊的一个选项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比基尼 以及我们胸部脱毛的一个选项 那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腿部的一个选项 那选择我们要操作的肤色 以及我们操作的部位 然后再点我们的开始 OK 那进来这个页面呢是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能量调节的 一个选项 那点一下我们的数字 前面是呈红色的 说明我们这个是可以 现在是可以调节的 点我们的减之减点加 那我们这个呢是 0到120可以调节 一般我们使用是30到60的一个能量 根据顾客所能承受的能量去调节 那下面呢是我们出光频率的一个调节 那我们一般调到5到6之间 用我们的一个脱毛脱我们的一个身体的部位 那就像脱我们的唇部 以及我们发际线的话 建议下面这个频率使用到1到2 上面是15到25之间 那下面看一下 这里呢是我们本次操作的总发数的一个显示 那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制冷的选择 在操作之前一定要记得点我们的一个制冷 那下面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我们的水温显示的一个温度 那这里是我们水循环的一个能量值 那这里是我们的一个这台仪器 一共操作的发数的显示 那根据我们操作部位所需要的能量 或者我们顾客所能承受的能量 选好之后点我们的制冷 然后再点我们的ready 就开始操作 可以开始操作 还有我们仪器在操作的时候 操作之前我们调好能量之后 那我们的第一发一定要空打 不能打在顾客的皮肤上 那我们因为我们的手柄呢 是它具有储备光能的一个功能的 那我们第一发呢 是我们之前所操作储存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们一定要空打我们的第一发 那我们现在返回介绍我们第二个界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快闪脱毛 这里有五个选项 一到三十到三十 那十呢就是我们黑种人 毛或者毛色比较旺盛 比较粗比较黑的人 来操作的 那我们一般是使用二十到二十五之间 那三十呢是我们肤色比较白的人 就像白种人是使用的 那我们亚洲人都是二十到二十五 那这个呢是我们本次操作的发速的显示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制冷 在操作之前一定要点好我们的一个制冷 然后再开始操作 那这里是我们水温的显示 这里是我们水循环的一个显示 这里是我们这台仪器总共操作的一个发速的显示 那选好我们需要操作的一个能量 然后再点我们的一个制冷 然后再点开始 同样我们的第一发一定要空打 不能打在顾客的皮肤上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的嫩肤的选项 点开我们的按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呢是比较柔和的 就适合肤色比较黑的色素比较多的 第二个呢是我们比较适中的一个选项 第三个呢是我们比较能量比较强 适合我们白种人比较使用比较好 那这个呢是我们本次操作的一个发速的显示 这里是我们制冷的一个选择 在操作之前一定要点好我们的制冷 那这里是我们水温的显示 这里是我们水循环的显示 这里是我们这台仪器总共操作的发速的显示 那选好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选择 那再点我们的一个开始 在我们同样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第一发一定要空打 不能打在顾客的皮肤上 那我们来开始实操 在我们脱毛之前一定要先背皮 那背皮的时候呢 要留我们的毛发在一到两毫米之间 这样呢可以有效的让我们黑色素对光的吸收会更好 在背完皮之后 涂我们的凝胶 涂在一个硬币的厚度即可 那我们操作手臂的一个能量 一般选择在30 能量是30 然后我们的一个频率在5到6之间 那首先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第一束光一定要空放 那在空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们的 那个探头不能对着我们的一个眼睛 以及我们黑色素 比如说我们黑色的衣服 黑色的玻璃 还有我们的屏幕一定不要对着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轻轻按压在我们的皮肤上 然后开始移动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一个临床终点 首先呢我们的临床终点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毛发 开始就是我们毛发的一个毛囊 有凸起的状态 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皮肤有微红的一个状态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一个 留的一个小小短短毛 用我们的捏子轻轻撕扯 就可以轻轻脱下 我们的顾客也没有疼痛感 就是我们我们到达了一个临床终点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效果了 那在使用完我们的仪器之后 只需将我们仪器上的凝胶轻轻刮下 然后再用温热的毛巾擦拭我们的探头即可 静止使用酒精以及生理盐水 还有腐蚀性的物品来擦拭我们的一个探头 810半导体激光脱毛仪 安装操作视频结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